提给我们的行政官员 跟他讲这个 我自己的听到的一个经验 那我就说 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够像南非那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就不用让老百姓 担这么多这么多的心 只要这个东西是上到架上面 不管它是在加勒福 还是在爱买 还是在哪个地方 你只要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安全的 我说我们台湾人不能够做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对政府的挑战 他们也很讨厌我们这种 迷奸长癖 就是老师会提出一个很挑战的东西给他人 他们也很讨厌 可是我们就说 你最起码 你没办法做到南非那样子 你可不可以做到 就是让老百姓安静 你就是急于检查 然后你可能在干重的事情上面 你就不要推给别人 然后不要完全是无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也是想说 再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简单回应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低价的问题 阿木老师讲的句话是对的 就是从古到古今中外 即使大多竟然买低价 这很正常 我讲的那种低价是不正常的那种低价 就是你很清楚 那东西偏移到不像话 特别吃的东西偏移到不像话 那你买得下去吗 这个是有个问题 那我讲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因为 即使我们的薪资水准过低 各位看那个 那个 今天新闻出来 这是哪个经济学的 那个什么 是巴特的 他说吗 巴特的 巴特的 不是巴特的 他说 他被陛下邀请来演讲 他说 台湾的竞争力在世界144国里面排18 或者阿杰 我们的竞争力在全世界144国里面排第18 但是我们的薪资却排第60 那18当然是很前面的国家 那60就到了很中下去了 那后面的国家怎么比较少 你比较先跟非洲国家比 那边都比 就是他说 即使竞争力 是跟薪资水准有关系的 你薪资太低了 人才走了 就不会再有竞争力了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 不是有点耸评 就是说 当我们的薪资水准太低 低到我们的年轻人 或者我们所有的 劳工家庭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劳工家庭 他必须只能选择 对于一家 他没有选择 他无法选择 他明明知道那些东西 他也只能选择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那部分是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不然问题会恶性循环下去 第二个就是 解电的问题 其实我说这些话 我不相信大体系 像刚刚讲说南非很安全 我说这些话 越大的体系你都怎么抽烟 只是说你抓到他的时候 他还在重网 连行重罚 其实从古教堂连行重罚 都没有绝对的效果 久了之后螺丝已经松掉了 螺丝绝对松掉了 更合法我刚刚讲过的就是 这个体系总是有政策控制的 查出来之后 这些企业他总是有他的方法 这样你这个东西不要被曝光 或者就要曝光 也会让他伤害很少 他总是有他的办法 他们内部的沟通 不是我们这样的 像我们会要跟地牢院游说 所以我们要透过游说 你看那些企业 那些企业是不是约翼老伟 吃饭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不用经过游说款 所以我其实不相信大体系 但是刚刚讲到 刚刚有提到的 下一个是有机 有人在讲这个事情 事实上有机在6月的时候 就会被你过 经常说有机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经常说 那个是这样的 那记得说再话 有机也是经过认证的 那台湾有好几个政策 那不是我们MOA 成大有一个 中兴有一个 对不对 对了 福建公司在哪一个 里人又有一个 对不对 基本上 我都不相信大体系的东西 我也相信 所有的化学经验 都是有限的 都是有限的 那个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如果各位真的觉得 食品安全很重要 其实你家里也没几个人 吃也不会吃很多 我建议你尽量 跟你信任的农夫 或者跟你信任的 不管有机店还是一般 一般农法的店都没有关系 一般农法是绝对有毒 只是说 基本上农药卫材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 他没有办法 化学会一定会造成 食物里面的某些物质 比较 类似你比较不好 这个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我会建议各位 各位就是说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有机事迹 你可以每个礼拜 都能买 甚至只能栽培 其实我觉得 你们家里面是多少 你就尽量这样做 那这里有机 是不是认证就安全了 其实我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其实他偶尔能配 你配置药 你抓不到 你也不知道怎么讲的 因为业 我已经没有出来 但是一个真正很不错的 有机农夫 或者友善工作农夫 其实就要没有认证 只要你认识他 他东西对你 是更安全的 你是他都有 他不会害你 就是那么维持 好 谢谢 我想我们最后 真的时间到了 也非常感谢安慰中将者 再给我一两分钟好了 就两分钟好了 我想十安 每个人都非常关心 有人说 就算是这样的 我认为台湾似义的家里 像那个林义士 像那个什么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 对事务的企业家以后 我看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 体制或制度是登毁 所以 这个是很严重的 阿卫现在也很感触 那真正你要相信 检验或是标证 我看以现在来讲是不够了 不够 变成要重新 政府现在整个是缺乏一种公信力 不管你的专业够不够 公务员的那个执法认真 或是那个专业 或是那个心态够不够 现在要重建 那这个重建 最后还是回到 每个人消费者这个角度 工人的角度 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 这个如果说社会的体制 还有就是像是我们 像这个11月29号的这个选票 那假设我们的人民的水准 或是那种文化习性 还在说哪钱或是人情 我就要投某一个政党或是某一个人 那我们永远就不可能有好的时代 那我想一会儿一会儿 所以今天各位来这边 我就相信我们就一个力量 或是一个起步 当然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 包括video能够出去 在公民的社会 在这个NGO发生 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 凭着良心或是伦理或是一种一种 决选 我想还是有机会 可能这个时间不会很久 这样子我们真的没有更努力 那不要说我们来说是台湾 假设在那边更努力 可能我们会更恶化或是更危险 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好 来 多谢您今天开始了 是好是现在来 然后我们讲了 他这个比我们主持应该是更好 对对对 谢谢你 你跟这边说话 大家说话 好 好 我们现在不聊天 我们跟张队宇 对 感谢我们 很感谢刘志坚副会长来主持 那感谢陈曼蒂 常务董事 还有这个 全国教师公会总 联科会的社会部主任 曾正道老师 谢谢 我看今天 谈论的问题 事实上也都是很大的问题 包括说你是自主或者是管事 是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你是这个 为什么会低价 这个确实是大问题 因为这个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运作 事实上是靠着低价 博销这个劳工 我们的薪水 要维持这么低 那这些这个企业 它的这个才有利润 所以整个这个经济体系 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就是建立在 剝销劳工 剝销房间 这个社会成本 就变成这个 他们不用付了 所以低仙 或者说我们目前 台湾面的这个 年轻人的困境 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经济体系 是说应能够运作那个基础 那这样的结果当然是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那这个可能要看到 都不当来没去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的这个 管制跟这个自主 我想企业大概都希望自在 自由市场 自主管理 那这个就是不要政府的管制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 是已经到达一个 比如说我们吃东西 以前都是自己种自己吃 但是现在慢慢的 大家 吃已经是社会化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去 去得到 你所有需要的食物了 所以变成要整个社会 一起 你才在运作 这个食品的这个 整个的循环 这样的过程 你才能够吃到你要 所以这个社会 食物社会化 那这样的 在这种社会化的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政府的管制就必然了 政府的管制一定要进 那现在台湾的情况就是 政府的管制 那还做得不好 那这个我想 我感觉起来 有点像这个 環境保护 一开始 一开始 这些工厂 这些厂商 他也都不做 環境保护 但是防火运动 起来之后 被我们知道 弄得翻包使用 对工厂 给企业去要求 他要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现在他要排放污染路 都要排放许可 但是到现在 目前为止 工厂里面要生产什么 我们都还管不进去 除了劳工的法令 可以去管到设备的安全之外 那制裁要生产什么 现在就还管不到 但是慢慢的 我想食品这个东西 它要生产什么 我想政府不要去管 这就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卫生管理法里面 可能就要把这块弄进去 所以 我是觉得 管制一定要的 从源头 到这个消费端都要 那更重要的是 消费者的力量 因为 你知道 这个食品业者 他们是 联着起来 在争取他们的力量 那消费者 如果是一款散沙 就变成是无力者 但是团结起来 就变成有利子 所以我想 现在社会的 很重要的一法 就是人民的力量 要团结起来 才能去对抗这些无良的厂商 谢谢 谢谢 谢谢施老师 我只是讲 因为现在的网络所会 是让我们这些流散的 小传维者 会有没有团结起来的 这个朋友 这个机会 或是这一个 这个很多的活动 这些力量会出来 真的是 好 我们就到这里 尤其三位主讲者 谢谢 谢谢 好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参议者 感谢台交委 提供我们的场地等等 我们当然跟着交易主办 那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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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下 好 尤其最不要 好 尤其来尤其 好 我们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咱们吃我心 好 好 在做丁护娘 好 感谢观看